第一輛試駕駛的Range Rover 話說我入行第一輛試駕駛的Range Rover 就是Range Rover Smaller 當年我還在店舖 第一次開這輛車 很神奇 一輛這麼大輛這麼漂亮的車 當中當然很充滿 駕駛起來有一種很猛獸的感覺 但當年我知力上前 還未懂得很細緻地欣賞這輛車 來到今天2022年 第三代Range Rover Sport 已經到了香港 就在裡面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這輛全新的Range Rover Sport 今年5月才開啟 來到年底我們終於看到它的真車 其實看到它的真身 你會發覺是跟之前看到的Range Rover 是一個延續來的 設計上非常之minimal 但是它很神奇 它聰明就是可以把這麼minimal 這麼簡單的設計 做到出來之後 你看到它很有氣勢 你看到那些Panel 全部都很大幅 還有骨線與骨線之間的接駁位 是很細緻的 這條線是很獨特的 由車頭一路延伸到車尾 去到尾門那裡 一條直線 你就很清楚看到它是一個 Range Rover 獨有的Zero Rad 就算你看到車頭 雖然好像都有很多細節 但你遠一點 宏觀一點看 它是一個很滑的平面 它將所有東西都放在同一個層面上 但這一點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它可以將很多細緻的東西 融入在同一個平面裡面 就真的不太容易做到 這輛車的View Base 是2997mm 接近3米 其實同一輛Range Rover 標準陣是一樣的 當然車身的尺寸上 大Range 都會再長些 但這輛車都接近5米 還有一件很厲害的 就是這麼巨型的一輛車 它可以做到封鎖是0.29mm 即是說 這些minimal 的設計 其實不單是形象上的東西 亦都有實際的作用 但你再留意看 它還有很多很luxury的細節 例如這些門全部都是soft close 它亦都有這個隱藏式的門抽 當你鎖了門的時候 它就會縮進去 其實車尾這個設計 我也很喜歡 你會見到有很多很水平的直線 由燈這個位置 一路去到漿 再駁回到另一盞燈 上面這裏 中間這條骨 全部都是一些很整齊 很minimal 的直線 下面這個diffuser 據車廠說 就是他們做過有史以來最闊 最巨型的diffuser 你會見到上面是一個很clean 很漂亮 很grand的設計 下面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sported的元素 配合這輛是Range Rover Sport的形象 當你站在車旁邊 你會見到 由車頭 車側 到車尾 都是一個很連貫的設計 完全是表達到一輛 這麼luxury 這麼巨型的車的氣勢 但你再細看一些details 例如這些膠邊的位置 這些折薄的痕 全部都是做得很有心思 不過有一樣東西很特別 我突然看一看 車頂有兩個鯊魚旗 為何會這樣呢 講一下來香港的Range Rover Sport 有什麼版本 代理會入五個版本 這部是P48 Dynamic SE 最入門的就是P48 SE 最頂級的是V8 First Edition 中間還有一個很期待的版本 就是Plug-in Hybrid的版本 P440E 純電的行程 廠方說實際大概在現實情況 可以走到80多kg 其實都相當不錯 所有P48的Model 都是用直錄3000的Engineum引擎 它還有48V的Mal Hybrid 馬力就顧名思義是400hz 扭力550Nm 再搭一套8速ZF波箱 這部車的0-100是5.7秒 其實5.7秒很厲害 因為這麼巨型 2.4噸重的車可以做到5點幾秒 相當厲害 如果大家都記得第一代的Range Rover Sport 它的車架是一個Integrated Body Frame 來自Discovery 3 第二代Range Rover Sport 轉用了一個全鋁製的車架 來到第三代 它已經換成一個叫做MLA Flex 混合金屬車架 據說它的抗扭剛性 比上一代高了35% 除此之外 這個車架也為了將來打算 它已經準備好所有電氣化的底盤 例如它會有現在的Mal Hybrid Plug-in Hybrid 接下來2024年 它也準備了成為一部電動Range Rover Sport 這個車廂和Range Rover相當接近 這裡有兩個很漂亮的螢幕 中間這個是少少圓浮式和曲面設計的13.1吋螢幕 裡面已經有Apple CarPlay 前面是一個12.3吋螢幕 亦都好像圓浮式的電子標板 這個很漂亮 說回這個螢幕 它現在正在使用全新的PV Pro 系統 我自己覺得這個Home Page的畫面是很好看的 它的圖案很少 但是很清晰 字體是大的 不是我們經常看到的很細小的字體 然後這裡有所有車的資訊 包括一些Off-road的Sloop Assist View Info 以及它的攝水深度 全部都可以在這裡有圖像 有Graphic 這個尺寸的螢幕我是挺喜歡的 另一種我都很喜歡的是Range Rover的台盤 其實不止這一代 以往的Range Rover我都很喜歡的台盤 這個是比較大尺寸的尺寸 不知為何我不是平常的台盤 駕駛上手都會有一種很可愛和很新鮮的感覺 無論它是特別大還是特別小 這款是比較大一點 駕駛上手的感覺非常好 它還有Pedal Shift 亦都有一些輕觸式的按鍵 再看看這個車廂 當然它是一個Range Rover Standard 所有用料造工都是很細緻的 你亦都可以選擇不同質地 不同級數的Trim Level 這代Range Rover Sport 其中一個Option 就是你可以安裝那套 Meridian Noise Cancelling 系統 它就在頭枕裡面有那些裝置 就可以將那些露燥和風燥各樣的聲音 經過這套系統去過濾了去 除了一些視覺上質感上的東西 它都照顧到一些你看不到的東西 例如冷氣裡面已經有Pro版本的空氣淨化系統 可以隔到PM2.5 亦都有Nano AX 它可以通過細菌 氣味 一些過問源 還有它不單止前面有的 連後面也有Nano AX 令整個車廂的空氣質素均等一致公平 今代的Range Rover Sport 暫時未聽到會出7座版本 相信都會維持5座 後排的尺寸 當然沒有Range Rover那麼巨型那麼闊 但都比起上一代的Link Room 再增加了31mm 所以坐下去都是相當舒適的 一如以往Range Rover Sport 都是用4G的氣壓懸掛 一個可變式的氣壓彈簧 中間就會有一套Bill Stein做的電子避震機 裏面有一套主動式系統叫做Adaptive Dynamic Tube 隨時隨地每秒500次去感受到路面 速度各樣的底盤變化 會透過不同的系統做相對反應 盡量過濾路面帶來的震盪或車身搖擺 其實這部車的底盤幾乎將現今的底盤 懸掛各樣的科技都放進去 包括有電子的Anti-Rolling系統 控制車在不同情況的傾側 然後它亦都可以安裝後輪轉向 最大的轉向角度是有7.3度的 當你安裝後 它的Turning Circle 是會比起沒有裝 再縮斷超過1.5米 只剩下10.95米左右 基本上同一架普通的Hatchback的轉向 直徑是差不多的 這件事是相當厲害的 到Dynamic的時候 它有用煞車去控制的Top Vectoring系統 而我的正下方後軸 還有一套電子的主動式插速 再配合不同的Drive Mode 令到你在Aggressive的時候可以Aggressive 舒適的時候可以舒適 甚至去到Off-road的時候 它都可以幫你處理大部分駕駛的需要 基本上是越講越想去試 其實每次我在香港見到Range Rover或Land Rover 都有一種少少遺憾的感覺 就是因為它被困在這個城市裡 所有它們的車 其實最強的方面 就是一些越野的地方 Off-road方面 這部車當然也有去Off-road的能力 它已經有這套Terrain Response 2的最新的越野系統 而我幾次在外國試過它們去玩Off-road的經驗 其實你用了這套Terrain Response的系統 難聽說 豬那麼蠢都懂得Off-road 因為它已經幫你處理了 在越野的時候遇到不同地形的車身控制 例如它的扭力、Traction 全部都可以靠這套系統去搞定 而這部Range Rover Sport 還第一次加入了一樣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在越野時候的Cruise Control 它可以透過四個不同的模式 你選擇需要的地形模式 它就可以做到一個越野級數的智能巡航系統 那這件事我都沒試過 真的很想去試試 究竟是否你扭了按鈕 它就懂得自己走 你只需要看著條路的樓梯就行 那你想想如果是一些Grafel 一些碎石 甚至爬山的時候可以用到這套系統 正如我剛才說 豬那麼蠢都合得了 當然現在整個Market 有大量SUV給你選擇 你要很高性能的也有 好像跑車一樣很有型的也有 但是我覺得宏雲這麼多SUV之中 Range Rover有自己獨特的定位 它很成功地把越野車的氣勢 和一種比較英式的優雅 融合在一起 再加上這部是Range Rover Sport 它還加上一些Dynamic的元素 我覺得這部車你要現場看到它 你可能才感受到我說的東西 而我最想做的就是 快點拿這部車出去試一下 不知道那邊有沒有車試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